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们 包括认识我的所有人 我是米奇沃克斯 今天呢 做这个视频我想了很久 也不知道该不该做 因为我在网上说了一下说 不会再给大家这个 报一些负面的东西了 所以今天呢 我用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 来跟大家聊聊天 那这两天呢 我没有关注疫情 然后也没有跟朋友聚会 有一些朋友说叫我去参加什么万圣节party 各种邀约 我全部拒绝了 是因为我觉得在家带着更安全 因为美国的疫情呢 你看 今天一开始就增加了七万多 前两天有一天呢 是增加了九万多 现在美国的确诊病例呢 已经九百二十万了 可能过两天就一千万了 我之前呢 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事情 然后昨天晚上呢 有一个人过来把我的相机买了 当时我戴着口罩 然后就把我的相机卖给他 然后收回点成本 那我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我的工作室呢 有很多东西要卖 卖的越多越好 因为就干净了 清净了 走的时候不留遗憾 也不会有太多东西要处理 觉得挺简单的 这些天呢 确实是没有关注这个疫情 其实也无所谓 对我来说没什么伤害 因为我知道 再过几天呢 我就可以登上飞机回去了 那昨天晚上我在做直播嘛 那做直播之前 忽然间呢 在这边啊 当地认识了一个 餐厅的一个 应该是工作人员吧 他呢 知道我要回去 然后就经常帮我就是 教会我这个 如何做核算检测啊 其实这些我都已经清车熟度了 就等着那一天啊 头三天我就去检测一下 就是一切顺理成章 我就每天呢 都挺开心的 因为一想着呢 就跟家人要见面了 因为老汪呢 在不久之前啊 就是身体可能在家里滑了一下 就是摔倒了 然后呢 骨折了 一直最近呢 坐着这个轮椅 家里还需要人照顾 我是有点着急的 但是一想到就可以回去了 我觉得还是 心情比较愉悦 所以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然后呢 最近一段时间呢 就没事看看手机 然后看看这个网络上 可以看到我们家的一些情况 就感觉虽然说 我们相距有千里之外 但是呢 新和新的距离非常近 然后真的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然后这两天反正就是 一直正常生活 过一天算一天 然后这两天呢 我也很认真的 把我的工作做得很好 比如说这个 拍摄这个iPhone手机的评测 我都做得很认真 每天忙得特别充实 昨天晚上呢 就收到了咱们的一条这个规定 说要回国的话呢 从美国飞回去 需要一个核酸检测的同时呢 还需要一个另外一个抗体的检测 然后三天呢 变成了两天 48小时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 只要准备好就没有问题 后来我就觉得 没什么问题 后来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新规 忽然间发现啊 没事 忽然间发现这个 我的票呢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转机回去了 因为我的票呢 是11月的某一天 然后从这边啊 飞到这个 韩国 在韩国转机三个小时 然后再回到我们中国 后来看了一下 可能 据说是这个 全世界都没有什么机场 可以马上做这个核酸检测 和这个抗体检测 也不可能说快速出这个结果 然后 综合分析一下 昨晚晚上我又忙了一晚上 然后就 分析一下怎么弄 结果呢 就是这张票应该是 作废了 后来我就想 那只能直飞了吗 对 后来不是说 很多直飞航班已经开通了吗 然后 我就在往上查呀查 发现真的是 这边滞留人还蛮多的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妈妈在这边 76岁 已经在这边滞留了 看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 整整滞留一年回不去 因为他76岁嘛 老人他是身体有问题的 然后就吃一些老人的药 都快吃完了 就是他们子女啊 非常着急 我也替他们捏把汗 所以说 我鼓励他一下 因为我们人呢 都要慷慨一点 然后我就往查了一下 确实这个直飞的票 真的很难买 哪也看不到 据说很多黄牛都 加价嘛 一张票 包机啊 包机卖多少钱 包机卖5万美金 4万 3万美金 反正后来算了一下 就是人们币大概 二十五六万 三十万左右的样子 就是忽然间一票难求 然后很多旅行社呢 也借此呢 赶紧多捞一笔 看着他们这么异常的忙碌 我的心情也觉得 哎呀 做人嘛 都是随机应变 然后可以做到很多 就是哎 见到任何机会都忘不了 这个 赚一笔什么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大家呢 也不用担心我 我在这儿也习惯了 就是从去年 十二月底了 来到这边之后 再加上 去的趟加拿大温哥华 见见朋友 过了一个新年跨年 当时还挺开心的 第一次人生啊 在这个 温哥华的市中心 过年 哎呀 感觉特别的棒 这种新奇的体验呢 是我一直追求的 就像 过季的人生 没声响呢 今年就在这儿 一下困到现在 大家也真的不用担心我 没事 反正我已经困了十一个月了 再来个几个月 咱也能撑着 反正我是还年轻 三十多岁 还能撑住 我呢 今天呢 发条信息啊 给这个中国民航网 然后问问 能不能这个航班直飞的 能不能多开通一点 因为现在呢 看了一下 只能就是直飞回去 这是最稳妥的 也是最有机会回去的 另外又看了一下 那个网上的一个 就是知识的普及 他说那个核酸检测 阴性很容易是吧 但是那个抗体呢 就是抗体检测的话 有时候 可能因为一些药物啊 或者说得其他病 也有可能是呈阳性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抗体检测呢 确实有点严格 但是我觉得 对于我们中国的防疫呢 我觉得深刻的可以理解 毕竟这个疫情 全球这么严重 你看美国 现在马上就爆了 然后生活在这边的人 都是哎呦 感觉挺危险的 然后他们也受够了 在家里待着都 无所谓了 然后出门就 该干嘛干嘛 死就死活就活 就是听天由命 然后他们活出了 自己的风范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 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我还是希望 赶紧就远离这一切 然后也就非常遗憾吧 这个视频呢 大家看到我 没什么特别伤心的 也这边也是希望 这个直飞航班啊 快点开通 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能及时买到 因为美国不是 过几天就要大选了嘛 然后到时候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政策 然后我已经听说呢 在那个洛杉矶的中心 有一些针对我们华人的 一些事件 不太好的哈 所以在这边还是奉劝 如果是我们滞留在这边的华人呢 然后就是晚上六七点之后 不要去市中心 瞎跑了啊 万一说被人盯上 挺不太好的 今天呢 我觉得我成长了 因为毕竟这么长时间 在这待着 真的是任何一种 不适合的这种 就是不切合实际的 或者说甚至 噩梦般的环境呢 人都可以适应 但是没关系 在这边 大家放心 我会好好的活着的啊 反正已经等了 这么长时间了 无非就是再等一等 然后再想想办法 主要是啊 前段时间我卖东西 相机卖了 自行车也卖了 这边能卖的都卖了 这个我连自行车都没有 连骑车机会都没有 我连个滑板车都买了 所以我最近呢 想着要不不行 再买个自行车 因为没事在这边 实在是太无聊了 你知道吗 健身房也不开门 餐厅 现在疫情严重啊 有些又开始关了 就不知道能活着怎样 就活着有趣 除了天天看电影 也不是个办法 我呢是一个喜欢 运动的人 就不能说 附近跑来跑去的 太无聊了 每天在这个沙漠地区跑 真的是 有点受够了 没关系 我会看得很开 也非常感谢呢 今天大家在视频当中呢 听我在这边 跟大家聊聊天 也不知道大家 现在生活怎么样 如果大家有什么 想说的话呢 记得视频下方 留言评论 点个赞 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啊 一定要转发一下 如果有什么 想说的 以后我们直播间 再聊聊天 没事 还是那句话 时间还有 我还能等 但是对于那些 有些人可能等不了的 没关系 我相信 我相信他们 传道桥头 自然值 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好了 我是米奇沃克斯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 点个赞 以后 我会努力 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科技视频 生活分享 继续来 大家订阅关注吧 好看的视频 继续奉上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